看一下整个山东 我吃过的最具有烟火气息的海鲜惠饼 人间烟火气最服吃火星 你看这个场面一人一个盆等着接 这边马上好了三锅 海鲜惠饼 一人来个钢盆等最后一个排完就是我了 一大盆 这个几个人吃 五个 这个量大 你看这个大酥 一大盆 这个感觉好 一人一杯小酒 这边这边这边 呵呵不来不来我们自己也买了啊 吃不掉吧 吃不掉大骨 大家好 我是麦总 我今天在 地铁地铁 我今天在青岛 黄岛啊 霍里大吉 之前啊 在黄岛 陆旺 赶大吉吃过一次海鲜惠饼啊 真的啊 念念不忘 那个是八块钱加工费 然后今天啊 然后今天啊 我们在 坡里 找了一家 啊 生意更好的海鲜惠饼 我们去买点海鲜 采购一下 看看这边的海鲜物价 然后马上去加工 加工在那边 来的有点无碍 卖海鲜的 你看啊 基本上都结束了 走了个去 不会吧 你看 20分钟之前我看到啊 都是人 这边卖海鲜的 这会 哈哈 突然就没有了啊 现在是12点40 跟讲好了一样 我们去随便买点啊 一定要吃上 一定不能让这些人走掉 能买点四一点 这还有什么啊 没有虾哈 是鱼啊 哦 虾子卖完了 哎呀 刚才耽误时间了 再看看 这人吗 这也没有了啊 虾子还有啊 没有 没有虾子吧 没有虾 看看看看 看这有没有 虾子还有啊 新鲜吗 少来点 我们就两个人弄点汇饼 多少钱一斤啊 28 给我半斤就够了 哎 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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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点少点少点 好嘞 这有点发黑吗 多少钱 24啊 好嘞 25 这个也能吃灰饼是吧 给我拿个四五个就够了 就两个呀 这个鲧鱼不能吃啊 不能吃 哈哈 木鱼 多少钱 啊一起来 现在卖肉的还有吗 好好好 今天就简单点了 本来想搞复杂一点 一起是多少钱 三十几 三十五 三十五 谢谢啊 哎好 去买肉 肉在那边是吧 好好好 谢谢啊 再搞点肉 只有墨鱼跟下 哎呀我去 十五十五 卖肉的还在 哥 五花肉怎么卖 五花十块 哪个肉五花 我也不认识 哥十块钱呢 弄绘饼 就够了 这块就够了 就够了 就两个人吃 好好好 好嘞 你这普通肉多少钱一斤啊 十块钱 他这个会帮切是吧 好 谢谢啊 属食还是有点惨啊 但是就尝尝味道吧 好像是十块钱 一个加工费 哎呀上次我们买的好 上次我们花甲 八爪鱼皮皮下什么都有 我们买完菜回来啊 这个人是相当的多啊 大姐还能排几个人 都是排队的啊 哇这么多五花肉 青岛黄岛大吉 海鲜惠饼 三个锅同时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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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去不去去去 也不还是 很 minor 好好好 不还 мат吗 慢慢排队 站在后面 握手 我这个本身脸就黑 站在旁边 被薰黑,痴黑 拳是拿着个棚在板凳 哎呀 又好意思啊 好 这就是惠饼啊 嗯 这就是惠饼 你们这个还赶什么鸡啊 刘冠 大厂 大厂鸡我去过 那应该我见过这个大鸡 我还有朋友 我们也要去看啊 大厂鸡不是面对面有两个做惠饼的吗 也是女的吗 对吧 那就是 我说看这个大姐怎么能面熟 这个蟹现在多少天见 50多啊 这个蟹鸡鸡鸡不是水蟹啊 通常就去 就这个大姐啊 我说怎么能面熟啊 大姐你是不是还赶大厂鸡 那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啊 我说怎么能面熟啊 那么半天 之前吃过他做的惠饼啊 这边要比大厂生意好多了啊 这边要比大厂生意好多了啊 还有123 我们 还到后面 四个 这个是牛肉吧 羊肉啊 还可以羊肉做 嗯 那我带奥笼都可以是吧 哎呀 他这一锅 这锅内容做啊 今天到现在没歇吧 没有歇吧 见嘴元 See you 没有休息大人哪 就是鲜鱼 FRUG mos 所有煉是 这个就是惠饼 他最后会问几个人吃 然后加多少惠饼 大堆虾还是活的 我们买的就没他得好 我们买的都发黑了 你这几个人吃 三个人吧 三个人啊 挺丰盛啊 你今天四十几啊 四十四 来继续炒下一锅 花甲焯水 然后这锅是肉煎煸香 人间烟火气啊 最服吃货心 闻得好香啊 哎 口水之滴 满满一锅 你总共擀几个机啊 三个机 大厂铺里还有哪个 刘官 刘官 三个机呢一个月要赶十八个机啊 那你厉害 我们看看别人的海鲜啊 指指缠 一把葱 一把葱 基本上就出锅 给你们看一下啊 现在冒的是黄烟 这个黄烟啊 估计 就是有毒的那个一氧化碳那个 最后的最后啊 马上排到我们了 没有人跟我们抢 因为我们就是最后一个了 哎 十五啊 下次一定早点来 这个是我们的 我这个行不行行啊 还行啊 我买的虾子不行 在这买海鲜就得趁早是吧 我都是人家剪下来剩下来的估计 甘大吉最紧张的就是水吧 一桶一桶的丁 来一行都很辛苦啊 反正我感觉啊 所有赚到钱的人 基本上都是付出的 今天天气其实还好 你要碰到刮风下雨 他们的辛苦程度啊 甚至难以估量的啊 赶大吉弹地铁 一趟一趟的 这是我们的啊 多少也是海鲜啊 多少都是肉 这虾总感觉不好 不太好是吧 跟他们买的这个 活的那个黑虾不一样是吧 这种好吃啊 活的反正没这个好吃 这样 我们大口尝尝 还有最后一会儿是我们的 忙完就休息了 不一定啊 下午回家睡觉啊 每天最后一会儿打糖尿 哦 还有备菜 都不容易啊 生活啊 大姐讲生活嘛 其实每天最累的时候 就最后两锅的时候 站不住了哈 就吃点饺子到现在 一滴水没喝啊 大姐讲 你说这个钱难赚不难赚吧 它其实调料很简单啊 你看啊 就是葱 蚝油 味精工 老抽 还有辣椒 啊 两个人 少放点我们吃不了多少 我们这锅汇饼啊 这锅汇饼啊 是我今天看到现在 最 最寒酸的一锅了 嗯 然后这个烧开 就好了 小朋友这个好不好吃啊 这个味道怎么样大姐 好吃好吃很好吃 你们是哪边过来 听到 林椅啊 最后再把沫子打掉是吧 又来一班地铁 地铁下的后里大吉 打完沫子一会儿啊 就出锅 来啦 大家忙完早点休息喝点水 还有一份 真是辛苦啊 我们的海鲜惠饼 就在这儿 两个人应该够吃了 等半天啊 我们这一锅 35块钱的海鲜 也算是海鲜吧 8块钱的肉43 然后加工费10块钱一个 来看看 其实如果说不在青岛 这个还算蛮丰盛的啊 但是在锅里跟别人比 哎就不行了 我先吃点饼 嗯就是这个味道 它这个饼啊吸收这个 就海鲜那个汤汁 真的太鲜了啊 海鲜啊在这儿其实加工 它没有放 刚才给你们看了啊 就好有老抽 味精一点点 基本上都是原味 刚才大爷说这个虾好吃 比他们那个黑的那个活的虾好吃 我就有点不幸 我总感觉这个不新鲜 它这个在我们那边好像叫明虾或者东方对虾啊 在连连港的话 我感觉还是不新鲜 一番肉很柴 这个虾不行 这个是墨鱼仔 墨鱼仔一煮就 基本上就化掉了啊 这个墨鱼仔不错 但还缩掉了 最灵魂的啊是这个汤 勺子都被人用完了 来 我搞碗那个海鲜灰饼汤 黑黑的其实它不是不干净啊 不是铁锅烧黑的啊 黑黑的是墨鱼的那个墨汁啊 痛风杀手 好吃吗 呵呵 小胖子一边吃一边说舒服 啊 就往里面这些痛风的又馋海鲜的人 馋不馋这个啊 我们不痛风可以随便造啊 就是肉煸的特别香 肥肉也找不到了 基本上也已经跟海鲜 炒的颜色跟差不多了啊 这个海鲜灰饼啊 其实不在于海鲜多少 我感觉这个同样好吃 我们上次搞了一锅 那么多品种 味道大卡不差 汤绝对是灵魂 一边吃着海鲜灰饼 一边地铁呼啸而过啊 然后铺里大吉是逢四逢九 初四初九 十四十九 二十四二十九 离得近的可以来感受一下 这个汤真的是太棒了 武汉喝早酒多多啊 你这是一份骨头一杯酒 不是一个一个那个叫什么 啊 习惯饺子 哦 好玩早上喝的酒 也不喝多一动一杯啊 啊 两杯左右高兴一点两杯 年事大了嘛 习惯了 哦 像你这个年龄也不也不工作了啊 我想工作啊 没地方去啊 还有两年七十岁了 工作啥啊 刚才问了你是今年六十八是吧 对啊 喝早酒还是年轻啊 不是吧 哈哈哈哈 我是喜好这玩意 喜好这玩意啊 早酒半夜的喝酒 啥时间 眼睛一睁 又是享酒都喝 早上喝完回家睡觉吗 不睡 不睡 回家去喝茶 哦 结果不然喝完茶 咋得麻烦 再吃一点又喝 这个酒的文化 每个人都稳 身体能急了能舒 嗯 要长寿喝早酒 也不是那么少了 哈哈哈哈 那也是把很多人不喝酒的忽悠过去 哈哈哈哈 但这个文化接地气有意思啊 爽爽爽爽大爷说 是是是大的爽 喝早酒爽 快都是喝酒的啊 这屋里边喝酒的人已经快 哦 哈羊哈羊 啊今天带麦总过来体验一下了啊 来看一下 武汉早酒啊 喝酒了喝酒了 够了喝了 喝完了啊 哈哈哈大家喝酒了啊 啊 好久了好久了 多多多多 啊 留了多多个人 琉珊山啊 李喊厉厉厉厉厉厉厉 那个你看吃的啥 哈欠特色的就是那个牛骨头 牛骨头咱们涨价呀 没有价价 还这16元一碗是吧 早就一块钱一杯 所以这哪这来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哦 这个这个怎么打 就老板来打 你先我们打 这个是怎么卖的啊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 啊这个就一块 啊这个这三块一块 哦 绕鱼吃的 三中一一 啊 你也喝酒的 是吧啊 羊头 啊对对对对 碰到粉丝了碰到粉丝了 喝了喝了多少 我三点 一一啊三中啊 我這啊 是是 我们终于到5号来了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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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好谢谢 你就很多人喝等ación 那是什么 我还买 你吃完了吗 请你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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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啊 我看武汉人民多热情啊 武汉大爷牛逼 来来大爷我们来喝个饮 谢谢 哈哈哈哈 ok 你们这个牛杂店接地戏啊 啊接地戏 哈哈这个是你是创始人 我父亲的 你父亲的 那到底这杯做了有多少年了啊 三十三十六年 喝早酒一直就有吗 从一开始醉 那你们最早这个白酒卖多少斤一杯 最早 一毛钱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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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一毛钱一点 好 来这喝早酒的一般都是什么老人偏多一点啊 以前都是 三十多年前以前都是 一般都是 从体费劳动的 啊 还有那个 公勤街什么 哦 以前喝酒的还是劳动人民 现在喝酒的很多都是 调整好的了啊 更多的是休闲一下 先买饭票 好多年也没用这个了啊 怪有感觉 牛杂 这是牛肝啊 牛 我认识 我们这个啊 现烫啊 来来来来告诉我吃粉吃面 吃粉吃面吃面 几碗呢 四碗 四碗都是面吗 都是面啊 是大爷的啊 大爷的啊 是大爷的啊 是什么牛血 牛辣椒 哈哈哈哈 辣椒柚 辣椒柚啊 不用的啊 啊 你们不用牛血 但是东西都是新鲜的啊 嗯 嗯 我就是新鲜的啊 三万分啊 三万分啊 来看一下啊 他这个操作的就在这个四碗面四碗面 锅道里头 四碗面 来看一下这个面怎么做的 这是碱面吗 对 碱面 擋好 哦 擋好的面 两个16的葡萄 碱面好吃 两个16的葡萄 两个16的葡萄 大爷按照这个票啊 去松一下 葡萄16 側面都要辣椒吗 都要辣椒 我们那个不是团队 我们是吃货团伙 哈哈哈哈 再打两个16的葡萄 都我们的啊 哦 葡萄 16一份 哦 要给汤 啊这个骨头的16 哎对 有肉吗 有肉啊 你看啊 啊 那16应该 哎还实惠 不小 哎 给我们来酒一人来 五毛钱就行了 可以可以 五毛钱的 五毛钱多少 半妹 五毛钱的 哦 一个酒端的这个 啊 好了五毛钱就行了 再来一杯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哈哈哈哈好好好 好嘞 好嘞 五毛钱这么多啊 打我的 我都就要这个一勺 一勺五毛是吧 怪 怪怪 怪怪 一勺五毛啊 那便宜 好 谢谢啊 多你怪怪 哎华哥 哎来来 什么话也不讲了啊 先喝酒啊 哎哎这个酒 一块钱一杯的 喝水呀 一点都不辣 一点不辣 啊 一点不辣是吧 不辣 一块钱的酒你要啥呀 要什么自己吃是吧 咖啥牛骨头吧 特色是吧 哎天天在五花你这么吃也不胖 我呀 嗯 我喝酒喝的嘛 喝酒还是甜味 牛骨头啊 这个这两八斤好东西啊 这么一大盒 16块 我就问你在全国见没见过 没见过 没见过 就很多店 这么多牛骨头都可以做一个锅子 卖48 来看一下啊 他们骨头上面带这么多牛肉 剔下来的肉都不止16块 是不是 我看吃牛骨头还是很凶的啊 喝了 喝了喝了 哈哈 我我不是南京的啊 我是江苏的啊 江苏连运港来 苏北人喝酒的 对不敬礼一杯 苏北素千 素千淮安徐州 啊 这种酒店是啤酒的 入乡随俗嘛 来武汉不喝酒行吗啊 那是啊 这个早酒 在武汉 也没有几家都被我发现了 但是喝早酒你感觉 喝完了还是挺平均对吧 对对对 但是早酒最好喝还没呀 他们那边喝早酒的好像都挺少的 就一杯 我来的时候印象中啊 我以为这帮酒 他们武汉讲的酒麻木 我以为他们是早上四点钟 喝到九十点钟啊 晃晃晃晃回家的 其实不是的啊 他们来这一杯潜尝哲 喝完走人 这个还是蛮好的 早酒 算不算陋习啊 早酒他们自己当地人讲 所以算陋习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有很多说 我就没有早酒 但是我这个店不由我变出来 他就有啊 实在啊 他们还讲你母汇武汉 对对对讲我母汇 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确实吃了好吃 好吃 这罐多少钱 忘了 嗯 海洋 都是这种卤啊 一卤 一个卤 所有牛达全是一锅出 啊 来来来 刚才听那个大爷讲啊 早酒喝三中 一天都威风是吧 你看多威风 是这么讲的吧 我们也威风一把 是是 你看我们的山羊肉 漂亮不漂亮 我的羊肠说的好 我的花鸣戏唱的也可以 来来一段好 我 为酒里浪 离家园 水了黄帮 中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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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红袍 有茅沙公华好啊 好新鲜啊 我也称不过穷 来圆 我也称大妈 女节前 人都夸我盼 猫原来什么 找啊 找餐卷啊 好听好听 你这个全国煮羊汤 唱黄梅姓 最好听的 谢谢谢谢 唱不好 黄梅姓都叫网上小姑娘唱坏了 唱的不正宗 乱七八八的是吧 大家好 我是麦总 今天我在早庄啊 早庄 山亭区 徐庄大吉 来喝羊汤 这家啊 是徐庄最红的网红猪肉汤 猪肉汤大爷 哎大爷你好 猪肉汤 大家好 然后这个是烧水的大爷 这都是 几十年的手艺人啊 大爷你好 现在还不是饭店啊 这个生意啊 好的一批 郭家 是姓郭哈 郭家羊汤 现在生意怎么样 可以可以 一天能搞多少 我今天卖的四五千块钱 这什么 四五千块钱两三只羊啊 柴火旺的啊 这是哪块肉 绷子 肚盖 肚盖啊 肚子肚 羊肚羊汤羊肉 对都有 来徐庄啊 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羊汤 现在羊汤怎么卖 多少羊肉多少钱一斤 羊肉 全羊卖七十 全羊就是带羊杂是吧 对对对 纯羊呢 全羊肉85 85啊 羊肝啊 这羊肝 羊肝 还有这个这个好东西 对 羊毛 羊什么 羊 羊味油 给羊面 羊外腰羊边 羊面也是可以下进去啊 可以 哦 你这个做了多少年啊 我做了 三十多年吧 三十多年 那每天四五千这个钱赚的不得了 你儿子是在苏州买房的 对我大儿子在苏州 我做买房你操的钱吧 我怎么找一拨 多少钱 250多万吧 250多万 全款 快还是有钱 给我们搞个 20块钱杜绷子 羊面怎么卖的 羊面5块钱一条 5块钱一条 加个羊面 羊肝是送吗 羊肝对了 好给我带点羊肝啊 这个肉最好了 这是我的羊鞭 放点羊肝啊 回锅羊汤啊 那个吧 要辣椒吧 要辣椒啊 少点蒜 这个羊肝它是清糖 口感特别好 搞一半多少一百亿啊 那一百米左右 那在羊面那边呀 柠檬不吃羊肉就光吃这个 会吃会吃 来看一下啊 他这个是回锅羊汤 徐庄大吉的法庙 环境好不好 后面就是大山 来看一下啊 山上还有大风车 还有山还有水 还有山还有水啊 我这个25的啊 你看这个料 还带一根羊鞭 鼠汁可以 好了是吧 好了 好嘞 漂亮 这是刚才大哥 实际上大补汤啊 这一瓶酒几个人喝 两个人啊 哇这个菜补了 美女哈哈哈哈 补爹地好吃 还是他们家羊汤好吃 我感觉 啊 我感觉补爹地不好喝 哈哈哈 哈哈哈 羊汤是好喝啊 你吃过他们家羊汤吗 怎么样 挺好喝的 这家羊汤啊 我喝过很多回了啊 每次来徐庄吉 我觉得它是徐庄吉最好吃的东西 清汤 山羊肉 山羊骨熬的这个汤啊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吃浓汤的啊 这种清汤喝的很爽 肉不少吧 肉不少吧 吃一个这个 嗯 特别脆啊 他们这个 他们家这个汤啊 就是很清香 没有那么油腻 乖舒服 肚峰的肉 哇 哇 大口之肉的快乐 太爽了 来早庄啊 对这种接地气的大鸡美食感兴趣 来徐庄 来 赶赶这个徐庄大吉 它是逢8 逢3逢8 5天一集 就是初三 初八 1318 一个月6个集啊 他那边有 网红不爹地猪头汤 有一个 70多岁 烧啥水的大爷啊 我让你炒根了 我让你炒我一炒 哇 太白太白 来再看一下这个肉的量 多不多 这碗25的羊汤在里面 在里面老家啊 在里面城市能卖多少钱 这是羊鞭 5块钱一根 那哪个做的啊 特别有嚼劲 这种羊汤就先不要放辣椒 喝一半的时候再搞点羊油辣椒 再吃两口肉啊 羊汤这么湿肉省不少 啊 多 然后我们再搞点 羊油辣椒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羊肉汤 哇 更有灵魂了啊 一碗羊汤既能吃出羊肉的 羊汤的提香味 又能吃出来啊 加了羊油的火辣 把这羊油化开 红红的 啊 爽的飞气 早庄 山亭区 徐庄大吉 郭家全羊汤 冯三冯八 五天一集啊 八株围巾 撑羊肉 卡练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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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